大家好,我是Hugo Skyworth 被人印象很多時就是 這個價錢先缺以性價比取勝 我們今天實試的這部 55吋SUE 8100 的Google TV 除了保持得上那種以性價比先缺的條件外 它兼且還要支援雙倒備 還有就是以這個顏色先缺的QLED panel Tensor 都好像頗吸引 不知道出來的效果又如何 入正題之前提提大家的喜歡、分享和留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一起看看這部Skyworth SUE 8100 的外俠 Skyworth 主打這個Eye Care TV 的功能 下面看到有兩個功能 包括 Flickr 3 和 Eye Protection Mode 下面你看到它是一部55吋的型號 是一個4K的QLED電視機 下面還有幾個Key Feature 包括Netflix、YouTube 支援雙倒備、Vision、Atmos 兼且支援HL10 Plus 最後還有它是一部來自Google TV的電視機 它可以支援OK Google 即Google Assistant 的功能 外箱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不如一齊看看一部實機 箱開了 你看到這部機的實物 其實安裝方面這部機也挺簡單的 你只要把腳插進去 然後扭回四顆螺絲就完成了 一個人其實都可以處理 非常之簡單 你看到這個Panel的屏佔備 其實都用到幾盡 你看到這個Google TV的主介面 你安裝好這個App 就會在這裏列出來了 下面譬如你在看Netflix的話 在這個App 它都會展示你剛剛正在看那段影片 或者要繼續都可以在這裏列出來了 下面還有其他App的推薦片 你都可以在這裏一目瞭然 整部機就是這麼簡單 在實試之前我們不如一齊看看重點規格 這部55吋Skywolf SUE8100 4K QLED電視 就來自了國際版的Google TV系統 硬件方面它搭載了Camenion Extreme 2.0的圖像處理引擎 在音效方面它還支援這個Dobel Atmos的電影音效 它有三個HDMI Port 其中一個支援HDMI ARC的聲音回輸 它還有兩個USB輸入 一個光纖音效輸出 一個天線 Port 然後還有一個LAN Port 這部55吋Skywolf SUE8100 4K 電視的官方零售價 就是5580元港幣 剛才我試了這部機好幾個原生的App 當中我包括Discay Plus、Netflix和YouTube 試一試看看出來的表現是如何 我覺得整體來說畫質也挺有驚喜 特別是說它今次用了一個QLED的Panel 變成在色準方面基本上就不用怎樣憂心 Discay Plus 上面找了Antman的第三盒 矮盒衣服去試一試的效果 因為剛才那個畫幅是全螢幕 可以變成試盡整個Panel的畫面密度 或者是Motion的細緻度來講 都可以在短片上試清楚 我發現這部機在Domain Vision的模式下 可以看到畫面的立體感 以及層次都算不錯 特別是在臉色 我覺得其實這一代最大的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臉色的自然度 或者整體來說Motion的處理來講 都幾自然 基本上你不用怎樣去調校 都已經是立刻可以使用了 碰燈的關係 但我又想要一個比較好的Dalign Range 所以我就決定用了一個 Domain Vision的一個Bright Mode 一個明亮模式可以看 我覺得出來的畫面都幾自然 特別是說 故事裡面其實都有很多 比如說CG的效果 那些是高光的位置 出來的那種Visual Impact 那種衝擊感 其實都幾強烈 特別是說 說到Hong的面罩LED的效果 甚至是CG來講 在這個Panel來講 都能出得到那種質感 這部份來講 我都會有驚喜的成分 其次想說一下Motion 因為我那一段戲 有些矮群 會一大堆攻擊反派Hong 那部份 如果你的手機 Smooth的程度 或者是自然度 都有那種電影感 那這部份來講 我覺得都是這部機 值得Credit的地方 其次 我再找來的Netflix上的Ransdale 去試 我都幾喜歡這部劇集 這部片雖然說是冷色調 但是 在這部機的底下 我看到因為始終有QLED的輔助 在顏色準 在面色的拿捏 的感覺都幾準 因為這部片 它原生的Dolby Vision 當你進入Dolby Vision的影像模式下 其實有幾個Mode可以選擇 當中包括Dolby Vision Bright Dolby Vision Dark Dolby Vision Vivid 還有兩個Dolby Vision Standard 以及Dolby Vision Game 我剛才測試的時候 我先用Dolby Vision Bright來試 因為我想知道它的高光位 或者整個Dolby Vision的Range 可以去到幾闊 但是當你要顛燈看的話 我建議你最好是用Dolby Vision Dark 它的高光位 甚至說是字幕 或者是裡面一些高光的細緻 感覺上會自然一點 而且不會太刺眼 還有就是Vivid 還有Standard和Game 我建議開光燈去試的話 我覺得你開這個Vivid 感覺上畫面 整個Range 甚至可能在顏色方面 會比較濃郁 如果你在一個很光的環境下 開Vivid 我覺得這部電視機是可惜的 除了一個影像模式 大家可以收拾之後 另外還有幾個選項 例如說亮度 我對比到大家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 害在微調 滑到落底 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都是這部機的一個亮點 就是這個叫做電影製作人模式 即是FreeMaker Mode 進入電影製作人模式裡面 你有三個選項可以選擇 當中包括自動、開啟和關閉 如果你選擇自動的話 當你見到當下Domay Vision的模式下 它就會讓你使用Domay Vision的模式去看 但當你選擇開啟的話 它就會超過Domay Vision的格式 就會自動跳回HDR-10 但會有UnderE FreeMaker Mode的一個Reference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選擇 除了試了Disney Plus和Network之外 我還試了Youtube 試了一個東景夜景的位置 因為它可以支援HDR-10 變成在畫面的範圍 特別在明暗對比方面是闊了很多 今代機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在高光的位置 和最黑的位置的範圍 拿捏的準成度高了很多 譬如說我記得有個位置 見到是一條很暗的街巷 然後它走過一間勁光的店舖 你基本上已經可以見到店舖裡面的小擺設 和它那些貨品 那些白色貨品的細節 這部份來說我都有點驚訝的感覺 還有它在說是在走HDR 4K60的狀態 它整體來說Smooth的程度都不錯 串流的部分大致上是適合的 接下來我會試試看它在播碟 還有看看打機方面的表現是如何 在播碟方面我剛才找來了一部Manecarta 800 4K PLAYER 試試看它可不可以幫這個雙度比去點燈 出到來它是成功可以輸出了Dobay Vision 和Dobay Atmos 的昇華效果 素材方面我找來了Top Gun第二集 和Black Adam去試 Top Gun我就找來了在差不多去到片尾 什麼雪地那場戲去試呢 因為我想試一試在Dobay Vision的 Bright的模式底下 雪的層次可以去到有多闊 我看到白蒙蒙的場景底下 看到雪的層次都可以輸出 有賴於它的Panel 一個QLED的Panel 變成在色準方面拿入得很準確 變成在白色位 甚至是白色的Range出來的感覺 都頗有立體感 電影感不錯 我記得有個場景挺深刻的 就是在說男主角和男配角 站在一個好像叢林景的位置 他們在那裡對話 除了是它的臉的立體感 和臉口的色準做得很準之外 我記得那個景深 比如說背景那棵樹 兩個主角 之後還有一些飄雪的效果 在整個Panel出來的感覺都頗自然 而且立體層次都頗好 部分來講在電影感方面的表達都頗強 接著我再找來 就是一樣是Dobay Vision Dobay Atmos的Bladen 去試一試 看看這部機的效果如何 男主角衝出了山頭 然後被軍隊圍攻的部分 很多CG的效果 之後又有真人的部分 這部機因為畫面的密度相對來說高 所以你看得到CG 即使它做得好 真的好 但你都可以辨識到CG的效果 我記得有個位置都頗深刻的 就是講它的背景 那個山頭的位置 其實有一些石頭的紋路 在Panel底下你都可以算是一覽無遺 而且我覺得在那個色準方面 始終CG LED在最出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色準 變成是在比較暖色的底下來說 你看得到那個立體層次 整體來說 那個色調和面色的色準算是頗不錯 這部分以這個新價的電視機來說 都算是頗有驚訝的感覺 看完碟之後 我都找來了一部PS5 試試看看這部機在打機方面的必見如何 留意一樣 這部機有一個叫低延遲的Mode 我開了Mode去試 那隻是新法儀機4的PS5版 反而開了Mode底下 那個反應 特別是在Panel鏡時的反應 那個流暢度是會有所提升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說是打機之人 我建議記得要打開Mode 變成體驗就更加完善了 總體來說 我覺得這部機在這個價位來說 顏色方面是相對有驚喜 而且在Mode 即是甚至我Dubafission的Mode 或者HDR10的Mode 基本上你按下去的話 你都不需要怎樣去再任何調教 已經可以做到一個不錯的畫質 無論是電影感 或者是打機 甚至可能用電視來講 我覺得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一個約5000頭的價位電視機來講 最後我會推介這部機給預算有限 但又想玩到Dubafission的日門玩家 它的色準基本上都不會令你失望 當然大家最好在抽時間 落雙熟的電器店去看看它的實際表現如何 今天的評測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最後按一下鐘 就可以update第一時間找你 下一段評測見